大雨下個不停 高雄古山三路靠近美術館 滿地泥泞污水淹成汪洋一片 民眾拒不為堅 從住家往下看 封牆宇宙露宿倒了一排 滿滿黃泥水甚至淹沒半個 輪胎高 原本好端端停在路邊的車輛 全都沉了泡水車 車主的心真的好痛 把轎車當水上摩托車的概念 有車主冒險上路往前開 愛情館油門踩到底 但依舊卡在半路 完全都殘酷的 因為在汪洋一片當中 進退兩難 往前往後 通通沒路 讓車主叫苦連天 甚至由民眾徒步走出來 就是因為愛車泡水 已經故障 發不動了 美術館馬卡道路 一整條路呈現汪洋一片 而且旁邊路數被吹倒 鐵架也被吹倒 山徒兒夾帶的驚人 雨室對高雄帶來災情 根據氣象書統計 高雄三明區下午兩點 食雨量只有22.5毫米 沒想到一個小時後 突然下起暴雨 一個小時就下了102.5毫米 瞬間的強降雨 多處都出現 淹水災情 剛剛有 剛剛有積水 但是現在雨比較小了 已經退了 那邊的樹木都差不多幾乎倒塌了 就颱風天會淹啊 就腳回這邊擦擦擦擦擦擦擦 颱風從高雄小港登陸 雨不但像是用倒的 而且倒不完 讓整個高雄都泡在水裡 明視新聞高雄綜合報導